來到淡水中正路一段八巷內 可以看見一群人正正在斜坡上熱烈討論 原來是為了解決這裡的淹水問題 但明明是山坡上怎麼會淹水呢 仔細看原來路的兩邊完全沒有排水溝 原本都相安無事 但近兩年來梅雨季的瞬間大雨 都造成了雨水宣洩不及衝擊民宅的狀況 因此當地居民也找來民代 希望可以幫忙解決問題 因為我們中正路一段八巷一弄 五號前面這邊 因為這裡屬於斜度比較大的一個山坡地 那因為這裡沒有排水溝 那沒有排水溝的情形下 大雨的時候水量非常的大 都造成這裡的淹水 大雨的時候整個淹到他們那個住戶裡面來 所以而且跟那個營七的這邊 那個關係也搞得不是很好 然後所以我們就胡處辦一個會堪 把相關單位啊 就國有財產機的那個 還有營七的這方面的一些各單位來 來共同研究 看怎麼樣去解決這個淹水的問題 順著斜坡往下看 鏡頭是一座軍營 居民表示大雨來時 水絕這樣順著路面流進兩邊民宅 最後積水在軍營 排水系統無法將水引進淡水河 但這樣的問題不但牽涉到軍方土地 道路全責更是橫跨公所養工處及公路總局 最後在協調之後 也決定由公所來主導排水溝的興建工程 設計今天主要是要怎麼樣設計 還有牽涉到營區的部分也跟他們協調 要怎麼設計然後怎麼施工 來把這個 積水的問題給解決 今天主要是溝通這部分 決定就是由公所主導 現在就是全部由公所來設計 然後由公所來負責 跟相關單位來溝通 然後施工也是由公所 設計也是由公所 近來天氣極端 瞬間暴雨的狀況每年都會發生幾回 也讓當地民眾不堪其擾 來到現場甚至還可以看見 沙包都還堆放在一旁 而他們也希望師傅能夠架緊腳步 早點完成排水溝工程 來解決他們的淹水噩夢 記得陳柏惟淡水採訪報導